第四節,我們儘量簡短,內容相當充實 我們儘快把整個行程中的內容儘快交給大家 剛才我們問一個很學術的問題 譬如我們講到藏聯佛教士,有四個支牌 基本上主要是四個 這個分法在北丹這個地方內成立嗎 其實北丹來說,現時最流行的就是洪教和白教 其實白教是加豬派,加豬派的竹巴加豬 其實竹巴加豬是由北丹引申出來的一個白牌 中文叫割舉,但法音是讀加豬的 這個表就沒有辦法給大家看到的,因為裡面的字太細了 但是相當全面的,拿完這個表,你肯看的話就明白了 你肯看的話就知道的脈絡,由哪裏傳去哪裏,地區性,時間性 台灣大千出版社出的,22元而已 對,20多元而已,一張地圖 很棒 他之所以是所謂國舉派 國舉為加豬 他的原因是什麼? 他當時是,其實就是這裡說 其中一個白教的祖師其實是跟江波巴、米拉利巴 這個系統在北丹地區的廟宇,開始鑽勢系統 所以他們就有一個傳承 學術上,他們主要是來自他們的傳承 在北丹地區的廟宇,是大手印的那套法 現在大手印也有西方有傳 有,我叫Mahamutra 是否手印那些? 其實他們的意思是手印,但到最後心的法門 就是你的心和釋迦馬尼佛,或者諸佛菩薩的心相印的說法 其實是一個收到某個程度的超心理學 你可以明白一些古代的人的心理狀況 或者超越時空地和不同的心相應 如果用顯宗來講,就是遺識來的 他空中觀見 他用他空中觀見 如果是遺識,我這裡可以講講 就是,簡單來說 就是整個世界的存在是一個意識的現象 我們以前用過的例子 幾個僧人見到那些棋在動 第一個就說那些棋在動 第二個就說那些風在動 第三個就是你的心在動 他那個意思就是說 其實我們這個世界的任何色彩繽紛 或者五花八門的這些現象 都只不過是我們主觀的投射 是的 就是一些意識活動的呈現 一個世界 所以就算是實體世界,或者幻象世界 但是那個情況都是這樣的 最近就發展到一個地步 這個就連在西方裡面 聽說一些很有錢的 IT的投資者都想證明 就是我們的世界 其實是一個電腦模擬的現象 其實這兩個的意念是相通的 是的 即是一些投射來的 世界是投射 他那邊說就是意識投射 如果在這邊說 這個只不過是一些 data 一些數碼的資料 數碼資料的組合 是的 是衍生出來的現象 這個我們不去深究 如果你說他們在這裡有一些牌 其實他們現在在這些廟裡面 以我理解是沒有其他宗教 即是在場和不得裡面 他們都很開放給其他宗教 不過九成的國民 或九成以上都會選擇 藏傳佛教或佛教 那我假設理論上沒有基督教 有的 有印度教一定有的 他們也沒有抗拒過 排斥過其他宗教 所以也有基督徒 甚至乎他們很出名 其實我們這次也有帶回來 其中一個 譬如有五六十年代 有一個瑞士人 帶了做某種知識的技術 那些已經有西方人 也不單曾經是英國情文地 所以其實他們沒有抗拒 不過他們最後 以佛教傳統的就是 你自己去辯論一下 自己去理性選擇 即是理論上有不單的芝士 有 他們做得很好 因為他們就不汪染 所以不單的蜜糖 蜜糖也是很出名 打醉的威士忌 啤酒全部都 啤酒 啤酒就展示給大家看 這個 不單啤酒 我不是很喜歡喝啤酒的 那些 都是喝了多個 M.C.人 他在機台香港沒有喝過啤酒 沒有喝過 因為他們那些啤酒沒有什麼 是很白啤 還有它叫做蜜糖味 蜜糖味 蜜的味強很多 相當之容易喝 那些水很漂亮 還有我覺得它有一個很不同 我平常喝啤酒都比較是汗的 但是它這個不是那麼汗的 你喝過也 好 剛才我們講到那個 如果我們以普通人的理解 比如說在西藏 黃教 有大喇嘛 或者班前 他們那邊有沒有類似的人物 如果家豬派 其中一個家豬派很出名的 就是大寶法王 即是有不丹的大寶法王 他們其實不丹有不丹的家豬派 他們也有自己的法王 他們的法王系統有時是和皇室 政教是有時皇室任命的 和鑽世系統兩個 還有我想他在那個地方 他和西藏那裡很密切 其實是很密切的關係 他們都推送一些西藏的大修行者 或者譬如北丹很出名的 他們是太王太后 就在1959年之後 就歸依了一個很出名的 流亡了的大的 宏教喇嘛 叫頂果音節靈波車 所以他們頂果靈波車的系統在北丹 就得以非常順利地傳播 甚至乎他們可以建立一些 立體的我們叫做彈城 的廟建塔 可以一路傳播 如果說到這個問題 在香港譬如在北丹佛教的傳統 他們有無可留 很多的 其實香港 北丹僧人在香港的流傳 或北丹中心或者佛教 其實香港很多佛教的朋友 都是跟北丹的系统有关联 最出名的是梁朝卫和嘉丽的结婚 如果不是跟他一起结婚 在北伯教的地方做见证或者做仪式 那实际上不是只是结婚仪式,而是宗教仪式 其实他们不同外国人 基本上你不是弟子,你都不会用他的方法去做 其实大家知道有很多演艺界的朋友 你去那些宅舖门口免费送那些佛经 随时会看到梁朝卫和梅延芳在80年代 已经开始做印佛经的事情 不是现在的事情 而且在北丹我都问了一个朋友 我的导游和几个朋友 我问你知不知道谁是Jackie Chang 他说你怎么不懂 那些功夫片他们全部都有看 其实是亚洲其他的文化流通俗文化 他们都有的 他们更多元 因为他们除了看其他亚洲地区 他们更加有玻璃活的浸淫 玻璃活更加重要 正如我们看奇艺博士的图像 We are not savage 上面是有Wi-Fi 有的 全部都是很先进的 如果你们所见在他们不丹那个展里面 他们那个僧人主义现在是做些什么呢 他们实际上是 他们实际上是 你会看到很多很年轻的 学习中的僧侣 你会看到他们不会有青黄不折 在教会上 是的 我有一个很大的感受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现在看回我们的庙宇里面 很多时候 你都看可能 用一个叫拜祭祀 或者那些为主 但是你会看到 北丹就是保持 有一种叫做传统的 我觉得 你会发觉 那个是似一个学校 很多年轻人 全是一个佛家学校 全是教育 这是一种知识的教育 你会看到 甚至有几间 你会看到 他有很多小孩 那些 喇嘛 喇嘛 在那里 特意去阳光之下 要去辩论 诵经 去学习 其实你相对地香港 譬如华人世界 现在就反过来 要将个宗教 要将个古老宗教 如何用现代包装 吸引现代的合一 他们反过来 你看到那些建筑文 是最古老 是因为他们是保存 但是里面是充满活力 充满朝气 和譬如西藏全都 就是每一个家庭 都会有一个出家人 而且他们真的去学习 就不是想着宗教 用来在一条街上行黑 完全不是的 宗教和教育 和社会发展 是拿到很平衡的 因为我之前 也有去找些资料 就是你经常去的 那间西藏的三爷子 三爷子 基本上 以我那个叫做行外人 来去看 而去理解 他其实是一个大的学府 学府 其实经济有学府 他将汉地的文化 西藏的 或者是外面印度的文化 和佛教的文化里面 全部都整理了他 是用知识流传的方式 来流下来的 我看到他也有很多间庙 尤其是我们上那个沽山上面 那些全部都是年轻人 全部都是年轻人 而且你看到佛教的教学系统 就是说他仍然是以大量辩论 理性辩论 来做他日常生活的一个很大部分 所以那些人不是蠢人 他们最后选择 要选择开心简单的生活 来做他国家的人民的精神归宿 他是聪明的 例如香港辩论 辩论 浪漫 去到最高层次的所谓的辩论场所 那些人都不懂辩论 但是在不单是 从幼小到大 教育系统 大家理性辩论 别说 你伤心的别说 我们还有一个 我自己很有印象的问题 他那里是否很多山洞 给那些人去 天然山城的山洞 你也会说说 如果去做这些高难度的收行 他其实是什么人 还有他日常是怎么做 据一个最大的问题 那些食物怎么配搭 他们真的有闭关的训练的话 他们在深山里面 真的有闭关 就是独自 独自修行 那食物的第一 其实他们的求生 求生会和你有求生課要欲 你去闭关之前 其实不是说一开始 学佛家族闭关 一开始通常都有 一般你六年 训练菩提心 只是读基本理论 都要读十多年的 接着通过考试 或者通过老师选 认为你是适宜进行 譬如超心理学的训练 那你就去闭关禅修 因为都有其他科目的 要兼顾的 但是他们当地 因为保存得很好 你连喝的水 呼吸的空气 的养分 或者你和大自然很平衡 你是 求生意很多 所谓的闭关 他们真的要 躲在深山 或者每一次就准备 几个月的粮食 或者每年 都是干凉的 真的干凉 而且他们 真的什么都能吃到 基本上是求生 好像道家 你又闭牙谷 或者你基本上 吃少一点 吃很少 吃很少 但做很多能量上的活动 如果做了这些闭关的修行 那个结果会是怎样 自我认识 其实 你在用多几个角度去观察自己 或者观察自身 接着就观察大自然 究竟是否只有人有意识活动 还是大自然都有 接着就几套意识活动的交流 你会 是否你理解在地球上 作为一个生命体 你怎样和其他生命体 你真真正正和平共处 他那个规关 或者禅修 就起码在这一部分的心理活动 他给了很多实践的机会 大家 那里都不少人做这件事 嗯 其实你看到那些环境 只是適宜精英 心理精神上 意志上的精英 和身体体能上的精英 才可以真的 完全不讲话 不和任何人接触 三年六年九年 但因为我们以前在香港 我们都遇过 有些是可以在 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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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 即是不会一天有人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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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 修行的一個山洞 其實怎樣建的 很厲害 還未知道怎樣建 我們在山下看上去 走上去都很辛苦 以前那些人的修行山洞 但他要把它變成一棟建築物 還要建一條樓梯 真是你想不到他怎樣建 你想一千多年前就已經建了出來 真的不明白 而且他敵不過火 他們在八九年 好像在八九年 整間廟都燒光了 燒光了山洞和銅像 現在這些是重新重建 但在那些極地 真是遠離人類文明 在那裏求生都難 他還要修行 我們真是解釋不到為何要這樣做 這個一定 你如果有機會 他去這個地方 你才會切身感受到他 為何要找到這麼偏僻 就是為了遠離人類 我想 還有我覺得 他那些岩石 裡面有很多信息 很多信息 很多礦物 真是你怎樣用一些更高層次的心理 或者意識活動 去和大自然溝通 大自然包括生物 和我們所謂稱為的死物 你只是說 可能石也有 他們的礦物 他們那些石的水晶 甚至乎 彩虹 他們全部都可以有一個溝通途徑 在稍後 就是稍後 一個多小時之後 那時候 就要入光 就照到這個地方 剛剛照到就像彩虹 看到很多彩虹 你會發覺他們的選子 是幾特別的 苦月子 就很明顯 那個地方 其實是適合老虎 做鬥 就多過適合人類 那時候有個故事 就是那隻老虎 蓮絲就騎著老虎 騎著老虎 下來的 就在這裡 開了這個廟 我們看下一張 下一張 這個就是我們苦月子 利用他早上初十的第一線神光 因為《相傳遍花生大事》 就說每一個月初十的第一線神光 就是他回來我們這個空間 人類的空間 跟我們見面 其實我們在很多年前的神秘之夜 就是講這個苦月子的彩虹 我們這次終於拍到初十的神光 不是初十 你還說什麼 這叫做一一九 那天是一一九 一一九 一一九的早上 這麼小就是一個 初十的早上 我們就借他的神光 在苦月子拍了一張 充滿能量的照片 我們也解釋不到 為什麼會這樣 出現這樣的光 全部都解釋不到 你問問你的手機 我的手機就拍不到這樣 大家都用三部手機 我都知道彩虹的光都很掛 因為他有很多不同的折射率 但是你的手機就拍得特別漂亮 那就證明了 我們真的可以純粹研究光 看看可不可以有一些新的 關於意識 或者意志 或者思想的新的representation 因為其實我們去到 現在是用 除了用語言之外 有什麼新的模式 或者再看向它來 傳遞思想 還有大家都可以 如果真的有機會 去體驗一下 好 就是 不是就這樣攝影機 拍到這些現象 你現場是感受到很 很強烈的一種輻射 因為它本身的空氣很清 而且你會看到陽光 跟我們在香港見面的那種 陽光的那種光度是有不同的 對 以及那個意志 你去到那個根本是懸崖峭壁 導遊跟他說 這裡下去 接著有七百多級樓梯 你搞定完之後 就開始進入廟了 當你已經熬到死了死了 然後覺得過了 那時候的心理和意識狀況 你覺得自己的意志 是正在清 所以我跟那個導遊說 就教了兩個廣東字 叫得戚 就是這樣之後 接著那個人就得戚了 你去到另一半 你覺得原來自己都熬到的 之前就差點好像求生不得求死不樂 但是這個廟就是因為北丹的國寶 現在已經嚴禁到 是不讓人留下 連佛教最正常做的點燈房 點油燈 他們都不 怕火燭 他直接是燒過 整間都燒光 燒光 燒光很神奇地燒光一些 最重要的佛像 所以他現在 那這個是應該的 他現在一定 晚上都沒有人逗留 我知道 這個世界沒有什麼是永恆的 對 他們就 北丹人就說 無常 是這樣的 我們看看下一張 又會不會有些 嗯 下一張 這個就是我們去到那個山頂 那個 這個連絲像 就相傳他是說話的 那就是 有個很有趣的故事 就是當他們建這個像的時候 就找不到一頂合適的帽子 給這個像戴 結果一直就 就是在那裡 仇著的時候 有一天就有兩個 少女突然就 就在廟的附近 就兜售帽 嗯 接著呢 那些人都說 好啦 試一下啦 但是呢 就 帶了上去 都覺得有少許不對的 大家都說 哎 找了那麼辛苦 都還沒找到頂帽 今次都是不行的了 那誰知道佛像自己出聲 可以的啦 這頂頂得順的 結果以後那些人就 就出現那個很特別的 就是說 這個像是懂得自己說話的 在一些特別的關頭 講過幾次點 對 講過幾次 結果就 都是幾有生氣的一個佛像 都是在剛才那個廟裡面 在我們見到很多法物 即是有人頭蓋骨下 或者很多 是 很多 很少被公眾接觸到的法物 就是那個廟 哦 這個不是遊客到的地方 不是遊客到的 基本上沒有得餘藥的 好 那你再問一下 好 還有的 那這一張就是那個廟的 喇嘛 在我們走的時候 就拿著一條 哈達 叫哈達的一條絲巾 就做一個祝福 這個是一個挺有趣的場面 是 那裡是一個荒蕪的山頂 零零細細 有一個 你看到一個金色屋頂 是一個小屋 就是這麼多了 其實 那就是一個挺有趣的場景 很容易滑下山 所以現在說要做些圍像 對 就跟大家感受一下氣氛 你見到背後的天的藍色 或者他們當地的天的藍色 我們在香港見到的都不同 不同的 真的跟輻射有一個關係 我們覺得 可能他那裡都比較高 高的因由 高的因由 好 那回來 我們就有一點時間 我們提過 你在那裡發了很多夢 夢的修行都有 是 那我們就當時有些什麼特別的夢 你會夢到接下來 那幾天發生會見到的人事物 就是有一個如之夢的情況出現 還有還有一些什麼特別的呢 紀圖先生都發到一些很清晰的夢 很舒服的夢 我在北丹那裡發的夢 跟我生下的夢 有些顯著不同 那我也有錄下了 其中有一個夢 應該是我第五天那天來 是我發的第二個夢 我夢見有一班警察 不是香港的 是王國 不是 是上環 上環 不是 我那時候也是 那天 幾號 這個是之前 提愛華 你們在北丹那裡有沒有上網 也有 也有當地的電話卡 但也不是經常 有沒有留意香港那時候發生的什麼事 有 我們也有說過之前 那個weekend是連續兩天的破日 來的 其實這個七號八號 還是六號七號 一定會有人借這些人來搞事 誰知道香港就好像是衝擊西環 是呀 但是前因後果 有些什麼人 我們完全沒有什麼特別留意 我發的夢 就夢見一班警察在那裡找一個女人 是一個少女 是一個女兒來的 是 是 初當我還沒看到新聞 原來是 因為那天是第五日 剛才也是 就是 後來看新聞 看到原來就是 衝擊西環的那天 是 六號 哦 比較特殊一點 我也有出席 我夢見這個 其實是大概七號 已經夢見希拉莉輸了 哈哈 那麼重要的原因是 在夢裡面的原因是 非常之簡單的 哈哈 只不過原因是 美國不想輸給女人 是啊 就是這麼簡單的 所以我同學 我沒有那麼符 就是因為不想輸給女人 所以天下大亂 結果我們在下山的時候 這個119 很多人都還沒相信 但地球的命運已經很符 這樣推動到一個不知怎樣的地步 是啊 這個也挺有趣的 即我們就當淡淡面 喂 真的輸了 應該是吧 結果當日我們就看著 有少少新聞 就 都看著這個奇景 是啊 是的 那這個世界要變 你也沒辦法 還有當地也有曾經一些 很出名的流傳就是 因為當地其實是受了 早幾年的尼泊爾大地震 是的 只是波及 波及 但是當地的全部不單的人 一提到這件事 就有一種特別的感覺 原來他們當地的大國師的寧波車 就在地震之前 已經突然間很緊急地呼喚 全部人民去為一些事情祈禱 還要是緊急地祈禱 那麼他們當地地震的時候 大家心中就有一個念頭 就是原來我們將這件事 退去旁邊 結果就只是在建築物上面 有幾大規模的受損 很多地方都在重建 因為他們本身都一直都說 近這幾年整個高山 都入了一個叫地震 他們都知道來自地底隆族的訊息 就跟著下來短期至中期內 將會出現大量的這些例子地底的災害 就大家自己想 是否在那時候 不知道 但是根據他們很多的預言 他們自己都很相信 我們現在面臨的世界 就一定是要進入另外一種 另一個 所以我第一節 我們都會看一件事 給他們的感覺就是 譬如你泰國 有的 他們說還有很多特別的理論 譬如泰國的皇帝剛剛走開了 日本的皇帝現在都是 他們都想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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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傳統V运运說 皇帝一離開了寶座 走歪一點點 就是那些群魔都會乘機走出來 我們現在面臨的 就是有多很奇怪的狀況 短期內都會 群魔就不用說隔離了 在香港已經有了 時間差不多 我最後想給一個中國大家 雖然我們今天晚上 講不單一個慶功彩 其實如果你沒有什麼必要 就不要去 是的 其實他們 對於 對於遊客 其實他們說 就說賺遊客錢 其實他們根本 每年只限幾千人去 他們都不希望你多 亦都不希望你們去搞亂他 我們都見過 有不同的質素 各席的遊客 也都比 很多歐洲 歐洲人 就很多是 真是文化之旅 還有他有修痕的 我看到有很多外國的人 聽他念 有試過有一個婆婆 英國的白人 我都見到 英國的教書 應該不知道 他很懂得選擇位 在我們修痕的時候 坐在旁邊 結果他就 口水鼻涕 哭著走 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無神 哭了 結果連在場的 憎恨的 都覺得不喜歡 是 是 都有一些有趣的事件 但是 總括來說 如果 真真正正 是 對於靈性 藏傳佛教 有真真正正 有情趣 亦都會去 切實地去追求的人 就可以做多些 研究 很有趣的 就是藏傳佛教 在喜瑪拉雅山發展 和傳播 今時今日的狀況 就是 喜瑪拉雅山在北面 即西藏 就是一個地獄 我們去完北丹 就發現 原來北丹 就是天堂 地方沒有改變 宗教也沒有改變 究竟有什麼 大家自己想 為什麼同一件事 就是同一堆人 同一個文化 只要在一線之隔 就變成天堂和地 台長你說不去 但是MC人都說 如果下一次 我們都搭好路 我們都盡量 要你去 以後都可以去 如果去的話 就洗敵心靈 不是的 你可以說 你要找個密宗聖手 或者看不清 或者看密宗聖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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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始終堅持過一腳 如果要去的話 就 不是要帶一個 不是用一個旅行的人的心態去 是用朝聖或者其他 這個世界 其實很多地方 已經被人 搞到一塌糊塗 你不要說 不要怪我 花時間 例如我去加拿大 很漂亮的地方 很漂亮的地方 但是 那些紅 真是紅 你在那個 那些碑 我覺得是不好的 好的意思是 就是你已經在侵佔 他的居住 是他的居住 其實這個是應該是他的居住 你是不應該 你平時駕駛的車 會看到他 我覺得 至少 我也覺得 有問題的話 我更加不太輕易 去一個 剛才你們說 認同一個地方 那個地方 就是 除非我自己有一個很強的宗教信仰 除非我自己有一個很強的宗教信仰 我覺得也不要打擾那些人 是的 如果真的有一天 我這麼有幸去到 那時候我一定要做一些很大的 一些 心靈的 不是 reserve 我也是做的 是一些心靈的工作 是 是的 我們才覺得我有這個 不枉此行 緣分要去 否則就沾污了那些地方 不要這樣當作是游三換上 是的 我希望 沒有購物 我們看到 有些香港本地遊客 都是打算找購物 我希望 聽到這個節目的人 都是用這個心態 不要聽到我們說得這麼開心 輕高彩 你自己有去 就算即使你 拿到那個Visa 是的 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今天香港 我們已經身受其害了 是的 被這些不應該出現的遊客 我們已經搞到 就是 下街上 我們已經搞到 很生氣了 那 你將生比己 人家在那裡 那麼舒服 你就走去好像 現在這些自由行 可以搞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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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單都遇到 很有趣 我們看到一團大陸遊客 都一開始就說 50個古我抓不對 一開始就這樣 就是 真的 真的 真的是 這 我們去寫著地圖都被他罵 Fuck you, Fuck you, Fuck your Chinese Tourist 應該沒有辦法 沒有,我們希望 幸好你不是一開始跟我說 你一開始跟我說 我已經沒有心情做這個節目 不過不單那些朋友 他很歡迎人去 但他不想你搞亂 希望你們從他們的規矩可以拿到 你不要去殺任何的生物 他們全國都不殺的時候 你看到現在的那些強國遊客 在泰國的廟宿做的事情 就只能夠告訴人 譬如藏傳佛教 西藏文明得到一個報應他們的解釋 叫共業 我們見到的漢人正在做的 將來要埋單的事情 大家就想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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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嚴肅的 給大家的提示 OK 那我們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